匈牙利多脑河观光船上个月底翻布沉默 搜救团队始终努力不懈地打捞船体 搜寻失踪者 当局星期二成功在多脑河打捞美人鱼号 在船上发现了4具遗体 将死人数推高到24人 目前还有4个人下入不明 当地警方透露 最新发现的4具遗体 当中就包括了美人鱼号 匈牙利级船长以及一名韩国女童 观光船残骸随后被送往布达佩斯 南部一个港口检查 警方早前排查另一艘肇事的游船 逮捕了船长 不过并没有扣押游船